各位同修,今天是我們《彌陶經蘇茶演繹》第三次的宣講。 圖書館從今天起,正是起見這個《彌陶寺》海會。 過去,我們將這個蘇超曾經講過兩遍。 讀的當然是更多。 我們對於蓮池大師,他老人家的德行,修學教化都感到五體頭地。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應當效法大師。 像歐葉大師一樣。歐葉大師是私塾聯族。 是蓮池大師。 這個意思是說,蓮池大師已經往生西方极落世界了。 某族才開始修復。 他對於大師的兩目。 以大師的一教,作為自己修學的方針。 這個方針。 這個方針是值得我們設法。 我們今天在此地,齊見蓮池海會。 意思就是,以蓮池大師為我們的拉斯。 我們在此地,齊見蓮池大師。 我們依照祖師這個祖書,認真地來講習。 來修學。 希望我們這一生都能夠不辜負聯族對我們的期望。 將來人人上平上下,化開見佛。 那我們這一會才是真實的聖會。 那麼其他的這個話呢,我們就少說。 這個這個蘇啊,分量是相當之長。 入了文,注意自然,就明了了。 現在請掀開金本。 我們用的這個本子。 我們用的這個本子是上下兩天。 上天,上策是蘇朝。 下一策呢,就是蘇朝的註解。 是演義。 演義是蘇的註解。 先看經題。 佛說。 我米陶金。 蘇朝。 倦地。 明。 古行。 雲七四。 沙門。 諸紅書。 這個兩行呢,第一行是金體。 第二行呢,叫人體。 這個人不是已經的人。 是註解的人。 註解的人。 諸位,再翻開下次。 再翻開下次。 下策一開頭。 彌陀經。 蘇朝演義。 定本。 援義。 允其古德法師。 援義。 門人慈返之怨。 定本。 我們要先把這個來源給諸位六說說。 經。 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在學衛國契雲經學所講的。 過難尊者集結寫成繁文。 傳到中國了之後,將繁文翻成中國文。 這個法師。 這部經自古以來就有許多的註解。 到這個入了文之後,我們會討論到的。 而這個註字是明朝。 進途宗第八代的祖詩。 廉詩大師。 他老人家寫的。 書啊,是解釋金的。 註解釋金的。 那麼這個註啊,可能就註得很深。 唯恐厚人看不懂。 這個註解再加註解。 那就是抄。 抄啊,是註解酥的。 是註解酥的。 是註解釋金的。 書與抄啊,都是大師自己做的。 那麼演繹呢,就是註解釋的。 這個釋啊,還是太深了。 他的學生。 也是李恩族的事典。 古德法師。 他是清靜李恩族多年。 。 祖詩往生之後。 這些著作能夠流傳到後世。 都是古德法師給他整理。 刻板流通。 對我們來說,真是莫大的恩惠。 更難得的,他覺得書朝太好了。 也恐怕後人很難體會祖詩所說的真實意。 於是把他自己。 侍從大師。 聽講的筆記心得。 寫成了演繹。 當作我們後續。 這就是演繹的來源。 這個本子很少聊通。 所以,你他見書朝啊,可以說沒有人不知道。 而書朝演繹呢,很少人想的。 許多修淨土的法師們都沒有見到過這個本子。 那麼,我可以說是很幸運。 因為,在初出家的時候啊,讀這個《萬字徐藏》。 《萬字徐藏》裡頭,有收集,有這個本子。 所以,我最初讀到的是在《萬字徐藏》。 我曉得《彌桃經》、《蘇超》有一個很好的主題。 就是演繹。 所以,我第一次講《彌桃經》、《蘇超》的時候, 就用《萬字藏經》的本子。 用這個演繹的本子。 沒有彈性本子。 第二次講《彌桃經》的時候, 我從香港得到一個本子。 這是現在的主委是看到的這個下策。 這個本子是很偶然在香港見到的。 見到的時候,我非常地歡喜。 是東陵念佛堂。 他們的《彌桃經》裡,看到這個本子。 我就問這裏面的法師。 我問,《彌桃經》、《蘇超》。 我問,《彌桃經》、《蘇超》。 我問,《蘇超》。 我問,《蘇超》還有一個不解。 你們曉得不曉得。 我問,沒天使過。 我就指著書架子。 我問,這個就是。 你拿出來。 他們拿出了這扣子。 他們曉得原來在書架上擺了那麼多年。 沒人知道。 我問,這個本子讓我帶到台灣翻印流通。 一回來之後,把這個上策跟下策合起來印。 成為《蘇超》引一。 這個本子在我們台灣第一次流通。 過去沒人贏過。 大概一直到現在還沒人贏過。 我們讀起來覺得很不方便。 兩個本子要對照起來讀。 你看,兩個本子翻起來對起來。 我們現在這一回。 我們是第三回來討論了這一部著書。 同時,我們將這兩個本子匯合起來。 我們現在在電視上的字幕,是把兩個本子匯起來。 那麼現在,我們這邊印金的錢呢。 大家要是幫助我們印金的錢。 我們就準備。 錢要是足夠了。 就印這個《彌桃金書抄引一繪本》。 將來就是一本。 不要翻過兩個對照看了。 把這兩個本子按照它的段落, 統統匯合起來。 匯成一本。 匯成一本。 一本就上下策。 這樣以後不必翻來翻去。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工作。 這個作作出了之後,是非常有意義。 對於念佛修修淨土的人,有很大很大的道理。 那麼現在呢,我們依照這個金本來跟諸位討論這個書藝。 这部经 现状本是四册 我们现在是后定本 第一册完全是悬疑 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 没讲悬疑 从今晚讲起 第二边我们是讲了悬疑 好像悬疑讲了七十多个小时 那么这一次大概时间也差不多 可能还会长一点 我们更深入地来探讨 来研究 那么各位看这个下词 开头是体 解是体面 开见 这个地方开见就是上侧的开见 因为它这是注解 是注解上侧的开见 佛说等八字是法体 法就是法宝 就是经典的体目 佛说阿弥陀经俗超 就是这八个字 后学等十二字是人体 那么这后学两个字 现在我们在这个本子上没看到 它换了一个字 换了明 这个是精灵科金处的刻板 清朝时候把这后学两个字 改作明 因为莲池大司是明朝人 当时他没有用这个 他自己写这个题目说 后学故行云其死沙门 诸恒说 它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古德法师这个笔记上 还是记来的原来的字样 现在把后学两个字 改成了名字 改成朝代了 这是人体 法提相 自细事 那么这个向下呢 解释 苏朝的 这个本子的 题目的意思 今若闻之心 理应略成总业 提中 若有四对 这些看对的数 第一呢 通别一对 通则金之一字 彼则福射等五字 这是指的经体 这个经体是佛说阿弥陀经 六个字 经这一个字是通体 凡是佛说的都称之为经 这个我们不必须说 这个我们不必须说 我们这个讲堂 讲的经很多 佛说阿弥陀是别提 这个提是跟每一部的经提不一样的 专职 专职 这一部经 那么第二呢 能所也对 能是能权 权虚 那就是经 所权呢 是佛说阿弥陀 所以这个通是能权 别提是所权 第三呢 是教理一对 佛说经是教 佛说阿弥陀 佛说阿弥陀 什么理呢 后面会说到 在此地不必多说了 第四 人法一对 佛说就是人 这个佛师本是释迦牟尼佛 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 就是法 佛阿弥陀 也是人 也可以把它看成法 因为它的意思是法 西方教主 他也是这个名号 以这个法作为自己的名号 所以我们在通常 《假弥陀经》 这个经题是单人的题 而连持大司给我们来说明 这个题里头是又人又法 那么下面呢 这个西说了 一个一个字 来跟我们解释 守佛子 这就是第一个字 经题就是第一个字 佛说阿弥陀经俗超 这是第一个字 佛子 即释迦牟尼佛 这是我们的本思 底下所讲的这个意思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特别留意 都可以把它当故事听 从独帅 从独帅降生王公 为席的太子 佛陀佛的实现 必然是 西 以五处菩萨的身份 就是后部佛 以这个身份出现 后部佛 后部佛住在什么地方呢 住在欲界第四层天 斗帅内渊 斗帅天的内渊 斗帅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知足 你们想想这个意思 知足啊 知足在承诺 墨游业乏了 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切实 内渊是菩萨居住的所在 所以斗帅天 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 凡圣同学徒 在我们娑婆世界 就是这个欲界二十八层天 连我们这个地球 一共是有三个畜属 是凡圣同学徒 我们这些人间 这个地球上 是凡圣同学徒 有菩萨罗汉 也住在我们地球上 我们肉眼见不到 那么这个欲界第四天呢 是凡圣同学徒 所以他有内怨外怨 外怨是凡福天 内怨是圣人 虽然凡圣同居 独圣天人 见不到内怨 内怨这些菩萨 也不给独圣天人往来 跟我们这一样清醒 除这个之外 在第四天 在第四天有五不还天 那也是圣人居住的 这都叫凡圣同居徒 尤其是等着菩萨 他所居住的这个净圣 凡圣天人 凡圣同居徒 他不是净圣 不是灰圣 那肚子在 他能够学他的自在 学他的受用 降生到人间来 人间无助卧室 虽然降生在人间 王宫里面 也是无助卧室 这要拿我们凡夫的眼光来说 这个牺牲太大了 好像住在王宫里 现在把你送到监牢狱里面去 愿意去做监牢狱 愿意去做监牢狱 这个牺牲太大了 为什么呢 学己为人 为了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 能学习自己的受用 享受到人间来 这一点 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就是叫我们要效法的 佛法真正是做得非常彻底 做出来给我们看 如无价在里基督就叫给我们 安安而能心 就是这个意思 免更安是说你身也安心也安 身心多安稳 这个好自在啊 怎么样 你能够舍弃 为什么舍弃呢 我为了要救度一些众生 我为了要救度一些众生 我把我这个安室的环境 能够放弃 能够舍弃 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难 去服务大众啊 这个词是为人的 这叫大人物 在佛法里面称为大英雄 所以佛的殿称为大雄宝殿 就是这个意思 他能够吃人所不能吃的苦 能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呢 能为人之所不能为 这是大人物啊 所以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看过 这就是儒家所谓 那那而冷清 那么算在王宫里面 是为了教学方便 这个意义很深 所以佛事现在人间 都是以太子身份出现 大家没话说啊 世间人所求的什么呢 富贵荣华 名文立养 他呢 一生下来就得到了 身为太子身份 这个父王过世 他就是过王 我们世间所谓是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在人间富贵到了极初了 他这个学佛 他这个学佛 他来洪华丽森 不是求荣华富贵啊 而是叫我们 学荣华富贵 能学 出家 出家苦行六年 成本阵就这 印度当时的宗教非常之多 所谓是九十六种外道 这些外道 这些外道 多数啊 都是出家修行 修静行 他们的苦行 多半都是三年 就是出家人 一定要修三年 苦行 佛陀实现 你们修三年 我修六年 实际 比一般宗教 差 所说的苦 比一般宗教徒 要多 所以 佛以后出来弘法 能够降服外道 读外道 没话说啊 外道 所读的经论 佛通通都过 外道 所修的行门 佛都修过 然后佛最后下个结论 你们那些都不究竟 他可以说 他是过来人嘛 如果要没有卸裂过 外道瞧不起你 万有法子许是我 佛说的话 我的东西你没修过 你没看过 你懂的什么 佛是九十六家外道的经典 统统度过 统统修过 所以外道 它的最高究竟的 境界 佛是统统下的 这才能许受外道 想佛外道 多少外道 跟着佛出家 就是 道理是在此地 诸想想 这个用心之苦 真正是慈悲到了其处 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 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是不能成就 原因就是 放不下了 怕吃苦啊 我们在跟释迦牟尼佛比比 他什么身份 我们什么身份 他连世间一等的荣华富贵 都写掉了 跑到血山去吃那个苦头 他能办得到 我们为什么办不到 他能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 再想一想 就明了了 这几行啊 是说明佛陀给我们的事情 这叫神教 用意非常非常的深刻 成等正觉者 这几个字要特别的注意 没有说成无上正等正觉 成等正觉者 等正觉是菩萨了 正等正觉 因为世增所实现的 在四教里面是藏教佛 藏教佛是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只有允教佛才能成 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 等正觉的佛呢 别教的佛称等正觉 通教的佛称等正正觉 藏教的佛也称等正觉 就是平常经论上所讲 三大阿尘西吉所称等佛 其实 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 这是实现的 因为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列印深 这是等正觉啊 如果要是实现 无上正等正觉 那就像我们赞福记里面所念的了 不好完转无须迷 干目成亲四大海 那个佛的身相 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 佛实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肉眼凡夫见都见不到 太大了 这个是要想得着 这些字样 这些字样都不能够轻易地看过去 再看底下文 若是其意 这解释 我们如果解释 这个佛字 这个字的含义 佛字是反语 佛陀耶的略称 此凡决者 此是我们中国 这我们中国文字的意义呢 也是决的意思 第一下再加一解释 为绝了性相之者 先 要拿现代哲学术语里面 就是这来说 宇宙万有的本体 下来是宇宙万有的现象 草杂里面说 信是法心 真如本性 相是法相 是法界一正庄严 这些就是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整个宇宙人生 本体现象 当然就包括了作用 贴底的借了啊 无有业佛 它不明了啊 这就叫做佛 是自觉 这只自心呢 本无生命 这个就是自觉 而我们现在呢 是自己迷惑 自觉啊 就是本身的觉 换一句话说 就是认识自己啊 我们今天 不明了自己啊 对自己不明了啊 是自迷啊 被自己明了了 这就叫自觉 自觉里面达到究竟 达到最圆满最究竟的 那就是 知道自心 所以 整个的佛法 他这个修学呢 就是在这个 正量的字上 就是自心啊 所以成家讲啊 若人是得心啊 大地无尘土 佛法的修学 就是要修自心 自心呢 自心本无生命 啊 从这一句来看呢 我们呢 真正是迷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一天都想到 有生老病死 有生命了 不晓得真正的自己 是不生不灭啊 即使你要真的不生不灭了 你就成佛了 换一句话说 你就不自迷了 你还要是觉得 哎呀 我有生有灭 你还是迷失了你自己 这一个境界 非常非常之高 要如何才能够觉悟到自己 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那你就得好好地 来研究这一步俗超演义 啊 我们这个期限定的是三年 三年如果主要认真来修学 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答案 不但能够达到答案 中等以上的程度 可以能证得 这一证得了 就是了生死 超三界了 廉迟海会就有份了 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也制作了廉迟海会的身份证 希望主要来领取 真正发心 我们来共同修修 我们以这个三年时间来求的一个结果 第二呢 是叫他 他是知境界 除了自身之外 叫他 主要记住 是自身之外 没有说自心之外 因为那个他 还是在自心里面包括着 只可以说身 自身之外 是他 所以后面才说自他报二 都是一心所变先的 就他呢 这一心法 五不是乳 这个乳的意思 真正是无有穷尽 包括谁 入了经文 这入经文是相当长的时间 经文开头第一句 如是我闻 这个地方讲的乳 就是经粗 和如是我闻的乳 这一切法 五不是乳 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说 套这个禅宗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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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语 无有业法 不是心 禅家读位 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天心成佛 这个如的意思 如是讲相 相如其心 心如其相 我们的古大德 常用比喻 来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所谓是 一经做气 气气皆经 把这个经呢 比作性 把这个气 比作相 相 是不是经呢 相是经嘛 而经就是相嘛 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 我们听得也听得很清楚 可是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信给相 两个就是合不起来 我们就做了相 见不到信啊 诸位即使能在一切现象里见到信呢 那叫你见到如了 天台大司有这个境界 你看他在法华经上所讲的 你看他在法华经上所讲的 他讲这个事如是 把事如是一展开 不解亲如 我无有意法不如 我无有意法不失 他入了这个境界 他虽然入这个境界 他老人家太谦虚了 他客气了 他不承认 他往生的时候 学生问他 你老人家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究竟是什么品位 他告诉人是无品位 无品位 但是他读法华经 你看看法华经文句 那不是无品位 能够设得出来的 大司太谦虚了 他谦虚 为什么谦虚呢 有道理 大慈大悲 如果要是 以他自己境界来讲 那是明心见心 理业先不乱 上庭上身 我们听了之后 毕竟他是一代祖师 我们没份 我们办不到 只有谢母而已 他要去说 他无品位想象 这可行 我也可以做得到 给我们说多么大的鼓励 无品位能往生 我们人人都能往生 那就是明心见心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得到的 无品位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出所 去体会佛菩萨祖师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实时刻刻 念念的事先 具具的言辞 都是为了摄受一切众生 都是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人 也就是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善人 这是具他的意思 第三个是具满 二具立临 称之为满 二具就是之前面自具具他 自具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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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称之为具满 那么这个具满 里面呢 也有层次不相同 比如四教的佛 都叫做具满 那么诸位就晓得了 藏通别教 虽然叫具满 并不是真正的阅满 唯独 云教的佛 才是真实的 觉满 第三个意思 可以说 许多经论里面 都是这个讲法 若真其限 也造三意 准 就是准则 要是拿其限论做一个标准 义其限论来说 也明显的 跟我们说的佛有三个意思 就是这个觉 这三种觉 其限论里面 第一个叫 始觉 始始开始 皆论正知 那么我们今天 在座诸位同修 在其限论里面所讲的 这个三觉 这个三觉 我们都有相似的实觉 你要是没有实觉 你今天就不会到此地来参加我们这一会 你肯发心到这来参加这一会 所以 这里开始觉悟了 那么我们这个实觉 为什么叫相似的实觉呢 不是真正的实觉呢 这个相似的实觉 还是真实的实觉 这个不是假的 不过它的时间很短暂 这一念觉了 再一念又迷了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觉的时候少 迷的时候多 我们这个觉 敌不过迷 还是被迷惘牵着走 这个叫相似的实觉 如果真正的实觉 它真的之后 永远不退 换一句话说 它这个觉的力量 能够敌得过敏 这又开始 慢慢希望能够去乎 所以实觉能正 本觉是所正 而本觉是所正之理 本觉是我们本有的薄弱智慧 换一句话说 人人都个本觉 本觉迷了 所以就变成不觉 反复不觉 因为我们有本觉 因为我们有本觉 本觉是佛 所以佛在华言 在原觉会议上 在原觉会议上 您不得开始过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为什么说本来成佛 因为一切众生 各国居足 圆满的本觉 那当然是佛嘛 可是你现在是 你是迷惑颠倒的佛 佛是觉悟自在的佛 我们是迷惑颠倒的佛 这次受用就不一样了 佛看我们迷惑颠倒 它也种种方便 来诱导我们 来开启我们 希望我们 豁然觉悟 又恢复到本觉 这就叫佛 度众生 可是我们自己的恢复 实在 靠佛力量来诱导 真正觉悟是自己 自己要一味不觉 单单靠佛的诱导 那是不成功的 所以自己一定要觉悟 你要觉悟 处处注意佛菩萨现之时 真是 一举一动 一阴一行 同时 启发我们 至于刚才讲 从世家 斗帅天 降生王公 世信出家 苦行六年 乃至于受罚 历生 都给我们启示 都给我们做榜样 希望我们自己 能够大却大 我们能够看出这些意思 这就是实践 一本觉的 离题上的作用 就暗暗的向后了 第三者 究竟主 为至于黎明 十本般 能证之之 俗证之理 是一不少 这就叫究竟主 这就叫成佛了 所谓成佛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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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主 正正做佛 我们今天呢 是不得其能而入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没能够统一 我们没能够统一 能证之志 跟所证之理啊 是二不是一 能所是二不是一 是二啊 就不得其门而入了 注意这个地方 要特别特别注意到 你看唐经里面 印宗法师 又了不起的法师 他是因为讲经的法师 遇到六祖的时候 遇到六祖的时候 曾经向六祖请教 黄梅宗旨 族主告诉他之后 他又提出个问题 他说黄梅有没有说 解脱禅定 六祖当时 就 提醒他 说 禅定邂途不适合法 我们听得好奇怪啊 大惊大乱 一天到晚讲禅定邂途 怎么禅定邂途不适合法呢 他那个用意在底下一句说 禅定邂途是二 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你想一看这个味道 那么换句话说 能正知知俗正知理 如果是二法 不是佛法 禅止易如禅止般 这是佛法 所以佛法是觉悟了 佛法是这法 不是佛法 就是迷法了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 从早到晚 连说睡觉还不老实 还要做梦 平时梦时通通都落在二法里头 即使你曾经统一过 什么时候你能够真正住到波尔法门了 那就入了门 即使一入波尔法门 所以主说 你就是原教粗诸菩萨 原教粗诸菩萨 大乘法里面叫见到位 你从这一点开始见到 见到什么道呢 见到万法见乳 见到性相不二 这要是用在念佛上 给主说 是你粗证理也先不乱 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省时报装沿途 上天上身 花开见佛 我们非常 隐切希望 诸位同修 好好地利用这个三年 达到这个目标 这是不但是 是世家 是世家 弥陀 对我们这个殷切期望 是方三世 一切祝福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对我们期望 我们如果真正做大了 那是真实报奉恩 这叫是真正报恩 一切便所谓得 那三者菊原 是世家世尊元 这一句话 连外面的先寻zan 释迦牟尼佛实现是藏教佛,为什么呢? 成本证句。 那是从什么?从极上说的。 这一句呢,是从本上讲的。 诸位德国法华经教的,本极。 从本上说,释迦牟尼佛老早就三德三德诀了。 他是原教的无上等证句了。 从本地上来看,从视线的样子上来看,是等证句。 就跟志迦大师一样。 他老人家实现的是无凭往生,从极相上说的。 极上讲的。 从本上讲的,最低限度也是等证句。 不是等证句发发间文句决定说不出来。 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来看。 有佛的论说佛有其识意,天台六级,华阴十三,相知后闻。 后面对应的有,此地就不必多说了。 佛的论里面说佛有十个意思。 那么这是一般讲佛这个词三个意思。 三觉,起心论也是三个意思。 佛的论有十个意思。 志迦大师讲有六级佛,华阴经讲有十身佛。 这些都是开祸不到。以后我们会读到。读到的时候再说。 这是金体力的第一个字的意思。 那么注意想想,这个金呢,要是把它翻成德华文,是怎么个翻法? 没法子。 过去也有人拜托我,要我把佛经翻成德华文,便利流通,大家一看就看懂了。 你说这一个字里都含这么多意思,你叫我怎么翻法吗? 所以我常劝同学我,好好地念文言文。这个要紧了。 文言文是每一个字里都含无量意。 随着你自己程度、境界、情深。 你看的意思不相同。 但是,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再看第二个字。 书。 书者以宣言等名。 这两个字就不能大一了。 宣是宣扬,口说。 着呢。 书者以宣扬。 书者以宣扬,一举一动。 我们面部种种表情都叫书。 所以主要曉得天津現場的手用 把它錄成錄影帶,用電視去播放,打對照 雖然也看到這個形象,味道不一樣 如果再用錄影帶,又要打個對照 不及現場 實實在在不得已,再用這些方法 現場,要是有這個應援,決定不能放棄 這個血淒療,那真是開經濟所講的,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不是在此地跟諸位說,我說得怎麼好啊 我們這一會難遭遇啊 我們哪一輩子有這樣的善根福德應援,碰到了彌陀金蘇潮演藝 有這麼多同學,大家在一塊共同研究討論 再一塊共同,再一塊共修,太難太難了 這種應援真正不可惜 所以我們細細想想,今天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們這一會 蘇潮演藝這個會,怎麼也只有我們這一會 我們小的在全台灣沒有,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 就知道這個發揮的出身 所以它是宣揚表演的 設計上有這麼多意思 所以它是宣揚表演的 長樂為一 長是宿堂 沒有障礙了 樂是喜樂 這種樂是從內心裡面生出來的 這兩句是解釋書 怎麼個書長 怎麼個喜樂 我們沒法再想像 下面呢,大四還給我們解釋 底下這一段呢,就是長樂為一這一句的註解 四無愛變為體 這個四無愛就是四無愛變才 第一個是義理 我們講道理 完全通達,沒有障礙 這是四無愛變最重要的一條 事出事件這些道理,你多明白了 絕對沒錯幾 通通一樣 第二個是,法相,別痛打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如果拿現象來講 就是法心 要是拿哲學的名詞來講 通達本體 就是義無愛 通達現象 在佛教裡通達法相 這是法無愛 第三個條件是詞 詞是言說 言語沒有障礙 前面義是禮 法是詞 禮無愛,詞無愛 你有很好的這個言語 有表達的能力 將你自己所證、所記、所聞 能夠說得清清楚楚 使別人能夠理解 詞無愛 還要幕後一條 要是無愛 要是愛好 喜歡 他喜歡講 如果他前面三個都說 他不高興 他不喜歡講 那也沒辦法了 他喜歡講 喜歡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 供養別人 利益眾生 這是大悲 前面這三條是大智 幕後這條是大悲 大悲是動力 喜歡說 喜歡幫助人 這是長悲之體 他才能夠快樂 長者長,除世之崩懷 你想想看 佛 為什麼從鬥帥 降生到亡國 為什麼 誰立王位出家 苦行 一生 三一一博 日中一時 樹下一休 幹什麼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為了什麼 這就將它崩壞了 為了獨正生 視線這個樣子 告訴你 你要想真正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你要把這個世間一切寫得乾乾淨淨 才有資格辦到 環有一絲毫的牽掛 那是障礙啊 那是障礙啊 別說障礙正等正覺了 就是西方极樂世界下平下身 都被它障礙住了 這個事情麻煩了 所以一定要使 佛如果自己不使 怎麼能叫別人捨 自己不捨得乾淨 別人聽了他的話 不相信他 他自己真的捨得乾乾淨淨 當時之人見到他 沒話說 對他佩服的無提頭 後來的人 讀佛書的人 也沒有不敬服 正門死就沒有障礙了 你只有障礙 你要反省 你沒放錢 你沒學得乾淨 你才有障礙 這一次 心動不時 當然是肯定很瞭解 隨便 給自己的目標 現在又恢復ando 得了事情 根属的众生得多了 未属的众生帮助他身属 未种善根的众生帮他种善根 以种善根的众生帮他增长 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没有不得力的 这是佛喜欢的 这个说是通途的说法 一般的讲法 本经又有它特别的意义 比这个味道更深更浓 这底下说 并以如来久修久正念佛 这是本经这个说字 我们注意这个久修久正 这个字音只能用在语言教佛 藏通敌都不能用这个字 久修久正 凡王经里面所讲 释迦牟尼佛成佛 他说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 已经八千次了 他老人家实实在在是 无上正正正救 我们要救过 他站到最究竟最圆满 一切法门的第一 无上的法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念佛三位 就是西方净土 所以主要晓得 这个法门 你要是把千经万论都变了 真都通了 你就晓得 这个经是一切经理的第一经 持明念佛是无量法门的第一法门 我们今天这个道场在社方法界里面 别说在地球上 第一道场 诸位参加在这里说 主上山人当之无愧 一定要珍惜自己 不要离开这个道场 又下去了 这个道场是上山的 一离开道场 就变成下山了 就往下走了 这个要不得 要保持 要静静 这个是我学佛三十多年 在讲习上二十五年 才发现 佛教也是这个秘密 在过去都是当面错过 没认清 真正发现 那么佛说出这个经是这个法门 那痛快极了 真喜 运之在怀 赤得即 随意四病熏淫 长月奔怀 令随即护矣 故曰水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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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